同學不好意思 再問你一下 假設是個帥哥的話 08帥哥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孟軒 網路上就有傳言 據說顏值比較高的人 在職場上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優待 甚至做錯事還可以 比較容易得到原諒 真的是這樣嗎 馬上來問同學們 六分 六分吧 七分 七分 三七二十一他們好開心 五分 這麼低估自己 要加碼嗎 那九分好 九分 對 如為你也加太多 正妹一定是比較多人 對她比較好的 一定是男生對她比較好 然後女生對她比較差 可能會選外表比較好 應該說大家上班的時候 這樣相處下來 看下來也心情會比較好 外表是給人家第一印象 那你第一印象好 當然受到待遇 就是會有差別 我覺得她們會比較耀眼 就是在頭上的腳 在面試的時候 你會一直看到她們的閃光 應該是你眼睛發光 再單獨去跟她們約 然後去看誰比較好聊 誰跟我的價值觀比較符合 去做決定 我覺得長相不是我的標準 我覺得應該是招見的人 能不能跟我現在的團隊 比較契合 比較重要 你們真的蠻契合 你的女神是怎麼樣 沒有 那你呢 沒什麼在關注 喔那個啦那個 周子瑜 周子瑜那你咧 那郭學福 不是沒在關注嗎 現在有一批要來面試的人 然後呢有 可能有一個長得 特別像郭學福 一個長得像周子瑜 這時候你會選誰 那應該就選郭學福吧 那同學呢 我兩個都要 我全都用 為什麼 大家一起每天都開心 不是很好嗎 只有你最開心 應該就非常開心 蠻開心的 我覺得很賺 賺 賺 這樣聽起來很棒 對啊我好像沒什麼缺點 是自己喜歡的工作 然後又再多給你一萬塊 一萬塊 是很吸引年輕人的點 你要一一一支持我 我當然也要支持回去 畫完妝可能可以加到七分 可能就是我有參加過一些 可能主播主持比賽 確實真的比較正的人 我會覺得說他上的幾率真的比較高 像我也只不過就只能靠 扣條了 扯鈴算嗎 可以跟我們示範一下嗎 怎麼扯怎麼扯 扯鈴的時候只能動一隻手 不能兩手一起動 這樣會弄不起來 對就是你要單手用力 然後螞蟻上手的時候 下方的手要用 琳娜是拉二胡棒